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很感动很感动了 其实可能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快乐 跟我们的观众说一说你最近的生活 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缺越没有拍戏是退出 然后什么时候付出 其实没有退出何来的付出 由头到尾都没有讲过要退出 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机缘 我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精明 很有planning的 但是我是没有planning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又不知道 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 这你讲的是很对的 然后我就是想问你 就像你很高峰的时候在80年代90年代 那你就突然间这样子就是 离我们而去就是抛弃了我们所有的观众 然后你自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其实当时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我会觉得在雨热前那一个时候 因为拍的很密很密那个时间 然后我会觉得好像没有进步的空间 然后每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 觉得好像这个角色好像是演过的 这句话好像是讲过的 所以我会觉得我一直不停在重复做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到到一个一个那个领域里面 你不能够用个人的力量再去突破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做的有点一心懒生 其实呢你今天呢就是讲出我的心声 同样的吗 对 是那种那种感觉是说 想要给观众带来更好的 对 然后因为上一段我做的很好 那这一次我不可以给你们失望 所以我们要做的更好 我觉得它是尤其是拍戏 它是任何东西都是一个teamwork 当你单独的力量要去把它做好 那部戏就是你演的很好很好 其他人不好是没有用的 对 因为他们要配合嘛 一定要你要帮助他们 好像我在唱歌 那个 band 舞蹈啦 还是 musician 全部要配得好 对 这一点很重要 我很佩服你 因为真的你的演技令到我觉得 我们马来西亚真的很骄傲 因为我刚刚拍戏的时候呢 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进这一行音乐 我那时候是连广东话都听不懂的 我因为广东话不好 所以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呢 都是拿着剧本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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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对白嘛 然后后来呢 我就看到 其实我有个启蒙老师啦 可以说是张外群 应该你们认识吧 张外群呢 我就看到他演戏的时候 我说 诶 你不用带剧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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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好要谈论的啦 蛤 你可以得的啦 你没有胖的吗 我才胖的啊 应该有胖啊 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都不需要做 因为他是非常轻松的 这样子 轻松就来 后来他说 那一刹那 导演跟你讲说 你要记起来这一句 你就当时记吧 我说可以吗 他说 你有试过吗 我说没有啊 没有 你怎么试过 可以 所以我觉得短暂的记忆 如果我们用得恰当的话 你就可以立刻在很短的时间 把那个对白给记上来 我们有时候很恐怖的 三个月里面 演的那个坏女人 那些动作啊 在吃饭的时候都会出来的 他还是活在那个情景里头 其实蛮恐怖一下的 这样子 我觉得是恐怖 而且是危险的 比如说你在一部戏里面 你跟那个男主角谈恋爱 你是真的要爱他 你真的要爱上他的 一拍完的戏之后 你又要跳出来 要不然你就变成大众情人 那是很糟糕 你看 您这个呢 跟我在唱歌的时候 以前我也是跟康乔一起合作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歌谈情侣 但我自己也会觉得 是哦 其实这个男人也真的不错 我会偷偷的这样想 然后我就觉得 不可以啦 我们只是工作伤了一些 伙伴一个伴侣 这样子 所以想来想去 不可以 走走走走 不行 不对了 还好 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说 拍这部戏 我会爱上这个人 还好 要不然就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 就是 秋莲呢 给我就说 OK 她是一个非常本事的女人 她 就离开了一段日子 但是在这段日子 到底她做什么呢 其实她在崇伤 那我可以说 为什么会把脚步放慢下来 去崇伤 我要感激这一生里面 改变我最大 在我性格 要会我怎样做人的改变我最大 是我爸 然后留下最大的遗产 现在的整个企业给我的 是我妈妈 从小到大 我跟我妈妈 距离很远的 不知道她怕我 还是我怕她 我很严肃 然后我跟妈妈呢 不是很亲的那种 反正跟爸爸心灵比较相通 但是有一天我拍戏 我从香港刚回来的时候 跟妈妈谈天 她突然她的眼睛就掉上去 她一直问我 其实要结婚啊 有没有男朋友 平时都不问的 不敢问的 然后我就发现她 开始有一点 耳迷迷糊糊 这样 然后就觉得不太妥 就找她的 因为她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去找她的主称医生 去敲她的门 后来医生讲了一句话 她说 You may miss your mom 那时候才会 才会感觉到自己 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 妈妈的健康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带妈妈去医院的时候 开刀了 因为她的大腿呢 有一立床 她的伤口是4寸 x 6寸 我们的手把伸进去 整个可以在里面 稍稍的 真的那时候心很痛很痛 但是妈妈是很乐观的人 她一出来 刚刚醒的时候 她问我 有煮粥来吗 我说有 她喜欢她已经交代我 她开刀了之后 要吃什么东西 我妈是一个很开朗 很乐观的人 医生说 就算妈妈好了 她的身体的状况 已经开始 内上所有的器官 已经开始衰卸 她只有两年而已 两年而已 现在只有给我选择 一就是我在继续的拍戏 第二呢 就是我把时间给妈妈 妈妈只有一个两年 我们还有大把个两年 所以我选择了 就给妈妈 然后也因为这样 我接触了小麦草 然后也因为这个小麦草 也救了妈妈的命 只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办法 就是她的脑退化 妈妈有时认得我 有时不认得我 有时我回来的时候 她说 不认识 韩哥就讲不认识 我说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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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呢 就会令到我想起 我的二哥 我二哥 应该也知道说 他 他中癌症 我陪到五年 五年半左右 我每一次都问医生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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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可你可以告诉我 他们有多少时间 给我们 这样我们才可以说 去做一些警备 对 他曾经有说过 他喜欢我唱一首 三月里的小雨 但我们所有的朋友 还有很多朋友 在我去 三月里的小雨 四月里的小雨 一直唱 一直没有感觉 不能够在这种社区 然后我听到我的 之女唱 世上只有爸爸 然后我听到 我说 阿米你不要唱 我说米你不要唱 对 Anyway 他很快乐了 他们 跌出去旁边的朋友们 这是亲情呢 是永远永远 不会背叛我们 我们也不会背叛他 所以要珍惜 孝勋要趁早 跌出去旁边的朋友们 稍等一下啊 然后回来我们再见